乔尼亚斯奥特曼作为U40行星的扛把子 有着极高的体术境界 论格斗造诣绝对不输雷欧奥特曼 就连小金人都忌惮其实力 不惜轻身试探 单轮体术而言 双方大战三百回合依旧不相上下 也是这一战 乔尼亚斯获得无数奥迷的称赞 但是你们知道吗 其实乔尼亚斯也有自己的独立剧 是少有的奥特曼动漫系列之一 既然有独立剧 必然少不了人间体 他的人间体叫光一郎 光一郎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怪异现象 因此宇宙战派遣光一郎加入科学警备队 与此同时 地球也被奇怪的光芒笼罩 天空中还漂浮着不可思议的符号 地球防卫队对此高度重视 经过分析依然无法破解其中的奥秘 军方很快召集科学警备队调查 秋山被任命为警备队的队长 并且还获得了超级马德库号的使用权 这可是地球上最先进的战机 仅此一架 秋山很快召集队员 他们分别为医疗队的木美小姐 还有看起来一无是处的胖子玩木 以及战机的设计者卷毛户部 还有我们熟悉的机械比格萌 她是警备队的信息员 掌握的重要的情报信息 现在就差光一郎一人了 此时空间站中光一郎整装待发 驾驶飞船准备前往地球 而就在这时 突然一股红光笼罩整架飞船 下一秒 光一郎来到一个神秘空间 只见一个身影缓缓向前 一个红色巨人徐徐浮现 神秘巨人自称奥特曼 并告诉光一郎 为了把危机告知地球人 他用了第一种交流方式 光 还有第二种交流方式 奥特签名来提醒人类 这也是为什么城市上空 会出现奇怪的图案 然而这些地球人 都无法理解其中的讯息 所以这次需要使用第三种交流方式 需要借助人类的身体 前往地球化解危机 懵逼的光一郎有点懵逼 还没反应过来 红色巨人摆起招牌动作 下一刻 光一郎陷入沉睡 就这样乔尼亚斯夺射成功 画面一转 光一郎也恍然醒来 此时的光一郎 还以为这只是一场梦而已 光一郎回到地球 与队友们会合 聊天中还说起了 自己途中的梦境 就在这时警报声响起 队员们立马严肃起来 大家整装待发 匆忙之中 光一郎身上掉落一个五星徽章 木美捡起徽章交给光一郎 结果徽章的一刻 此前的梦境画面再次浮现 光一郎开始意识到了什么 但任务紧急来不及多想 只能继续前进 通过调查发现 南极的冰川正在向北移动 不仅如此 现在正以极快的速度穿过赤道 而这种现象是极其不正常的 眼下必须赶到现场 才能查明真相 超级马德库号很快逼近目的地 丘山队长当机立断 派出光一郎和胖子 到冰山上面收集数据样本 一郎二人很快驾驶战机 降落在冰山上 光一郎取出钻头 正要采集样本 就在这时冰山突然剧烈摇晃起来 眼看就要坠机 光一郎成功拉住了跟不上的胖子 此时机身开始朝着大海滑落 好在光一郎的驾驶技术够硬 战机成功稳住回到了马德库号上 两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 冰山开始裂开 一只绿皮怪兽赫然出现 这让在场的队员大惊失色 没想到这一切都是怪兽所为 怪兽拉着冰山正朝着城市前进 如果任由下去 城市也将受到灭顶之灾 丘山队长抓住机会打出激光屏障 限制住了怪兽的行动 不料怪兽一个甩尾 直接就破开了屏障 被惹目的怪兽 一个冰冻吐息 直接冰冻了海岸附近的城市 眼看怪兽开始登陆城市 事态十分紧急 光一郎主动请应 驾驶八敌号靠近怪兽进行阻击 战机打出的雷射光丝毫不起作用 一郎驾驶的战机太过靠近 无声被怪兽的寒气命中 坠落到冰面上陷入昏迷 乌漏偏逢连夜雨 海里竟又冒出三只怪兽 一只都难以对付了 现在四只无疑是难上加难了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在一郎的脑海中响起 一郎猛然惊醒爬出报废的战机 脑中的声音再次出现 告诉一郎拿出那枚绿色的徽章放到额头 来不及多想 一郎抛出绿色徽章拿在手上 舞蹈光玄瞬间汇聚 接着贴到额头上 终于光一郎成功变身乔尼亚斯奥特曼 随着身体不断巨大化 队友们都看到红色巨人 大家大惊失色 还以为又多了一个敌人 乔尼亚斯冲向怪兽群 其中一只怪兽也率先出击 一奥一兽展开搏斗 精湛的格斗技术 打得怪兽晕头转向 一个过肩摔 就把怪兽甩出去数百米远 摔成了一字马 轮到第二只怪兽出击 狡猾的怪兽喷射冰冻吐息 动住乔尼亚斯奥特曼 凭借着强健的体魄 乔尼亚斯轻松就破开束缚 眼看不敌 两只怪兽开始双面夹击 对着乔尼亚斯喷射冰冻吐息 乔尼亚斯一个矫健的翻越 对着右边的怪兽一个回手套 两只怪兽纷纷中了自己的大招 坠落大海之中 就在这时第三只怪兽从后面偷袭 钳制住乔尼亚斯 第四只怪兽对着乔尼亚斯腹部 就是疯狂输出 情况急转直下 乔尼亚斯胸前的即时汽油率变黄 乔尼亚斯知道 对着怪兽就是一套华丽的组合拳 怪兽应声倒地 就是现在 乔尼亚斯抓住机会蓄力大招 普兰尼亚斯光球甩出送走一只 随着第二个光球命中 战斗完美落幕 乔尼亚斯潇洒飞向天空 在空中变回人间体光一郎 回到地面 光一郎拿着闪光之星 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梦 他身体里住着一个奥特曼 乔尼亚斯的声音响起 告诉一郎一定要保守他们之间的小秘密 经过这一战 队友们意识到宇宙存在着正义的使者 包括此前的光和符号一切都说通了 而对于光超一郎来说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他望着夕阳下闪闪发光的启明星 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用这份力量守护这份和平